最近跟几个生活在欧洲和北美的朋友聊天 我发现虽然大家接种的都是mRNA疫苗 但是我们两针疫苗之间的间隔时间各不相同 有间隔4周的,有间隔6周的,还有间隔12周的 然后我们就讨论了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而且也讨论了一下 既然mRNA疫苗单次接种后 获得的保护力比其他的疫苗接种两次都要高 那为什么还需要接种两次呢 干嘛不把有限的疫苗给更多的人来接种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在疫苗还没有批准之前 科学家就已经讨论过了 因为那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产能肯定是跟不上的 所以各个国家都在考虑该如何接种才能让疫苗的作用最大化 那究竟能不能每人只接种一针 好让更多的人接种呢 或者是拉长两针之间的间隔时间 让相对多的人来接种呢 又或是严格按照临床试验的时间间隔来接种 其实关于这些问题就连免疫学家 病毒学家以及流行病方面的专家都分成了两派 最终也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不过这些专家最开始也就是在推特上讨论一下 或者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并没有人做相关的研究来好好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都是靠以往的研究结果和相关的经验 从不同的角度再做一些推测 不过后来Science杂志上确实发表过一篇论文 讲的是几个大学的科学家建了一个流行病学的模型 然后用这个模型来模拟了一下 不同的疫苗接种策略究竟会对流行病学 或者是病毒的演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就简单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主要是具体的细节我也看不懂 所以只能分享一些结论性的东西 OK这个模型的前提条件是 无论是打一针还是两针 又或者是不打疫苗 但是感染过新冠病毒 他们通过主动或者是被动的方式 获得的免疫力 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没办法 谁让时间是一把杀猪刀呢 除此之外 这个模型还考虑了 两针疫苗间的间隔时间 第一针疫苗的接种比例 以及病毒自身变异情况等其他的因素 根据这个模型的分析结果研究人员发现 如果能够暂缓第二针疫苗的接种 从而让更多的人先接种一针的话 从短期来看 确实能够降低新冠病毒的感染率 这是因为虽然只接种一剂疫苗 并不能让人产生完全的免疫力 但是它确实能够提供一定的保护力 但从长远来看 如果只接种一针的话 就可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隐患 那就是可能会促进病毒的变异 我们都知道能够脱颖而出的变异毒株 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而人体的免疫反应 就是促进病毒发生变异的那个环境因素 因为病毒变异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活下去 如果只接种一剂疫苗 那么人们只获得了一定的免疫力 但是这个免疫力又不完全的话 它可能就没法完全杀死病毒 那病毒在这个免疫压力下 就会加速变异 从而好逃脱出来 这个好像医生开了7天的抗生素 并提醒你 即便你的症状都消失了 也要接着把抗生素吃完 好完全的杀死细菌 但有些人只吃了3天 发现自己的症状消失之后就不吃了 结果体内的细菌并没有被完全杀死 反而迫使它们产生的耐药性一样 当然耐药性的产生 是和广泛的大规模的耐用抗生素有关 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种情况而已 所以说不完全的免疫力 可能会加速病毒的变异 而且还可能没法阻断病毒的传播 最多只能帮助人们减轻一些症状 那对于那些没有充足疫苗的国家 有没有一种更优化的接种方案呢 从论文上来看应该是有的 因为研究人员也指出 即便是第一针疫苗产生的保护力并不完全 但是如果能让更多人先接种一剂疫苗 稍微拉长一点两剂疫苗之间的间隔时间 接着再尽快地按照推荐方案补上第二针 这样或许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这种加速疫苗变异的情况发生 现实是各个国家确实也都是这么做的 在疫苗供应充足的国家 他们就按照临床试验推荐的间隔时间再接种 一些供给不足的国家就拉长了间隔时间 这也就导致了为什么身处不同国家的我们 虽然接种的疫苗都一样 但是大家间隔的时间都不一样 这实际上都是各个国家根据自身的情况自己做的调整 最后总结一下就是 新冠疫苗的接种策略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流行病学的走向 如果不能够及时获得完全的免疫力 病毒就有可能会加速变异 从而为全球的抗疫带来威胁 我们一方面需要对那些已经接种过疫苗 但有感染症状的人进行检查 看看他们是不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如果是的话 我们还要对他们感染的新冠病毒进行基因的测序分析 从而确定感染他们的新冠病毒有没有发生什么新的突变 尤其重点关注那些可能逃脱免疫反应的重要未典的突变 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让那些推迟接种的人尽快完成剩下疫苗的接种 从而避免加速病毒的变异 很遗憾的是模型并没有把不同疫苗保护效率不同这一点放进去 即便有一些疫苗接种完全了 但是也没法提供足够的保护力 从而阻断病毒的传播 那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加速病毒的变异呢 但是这些疫苗又确实能够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的话 那这个时候是该接种呢还是不该接种呢 那又该怎么样接种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呢 还有人性和政治的因素就更难加到这个模型当中去了 所以最终这些结果也只能做一个参考 想想现实有的时候真的很骨感 很让人无能为力 希望我们以后可以看到更多更详细的相关研究 或许这类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更优化的接种策略 从而好让我们更好地来应对这一场疫情 OK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